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278章 长风十五 鱼洋演播 咯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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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中刚刚醒来 耳朵里就充满了熟悉的列车行驶声 他从床上坐起身 揉了揉昏昏沉沉的脑袋 到哪里了 车门外传来亲兵的回答 回京略 刚过了负品 够慢的 是太慢 京略 早上想吃什么 昨天一样就行了 重建中用力拍拍自己的脸 然后一个翻身下床 身子矫健 落地无声 宛如豹子出击时一般的轻盈又充满力量 重建中冲固定在墙上的穿衣镜 露出了一个有些孩子气的微笑 笑容下方是棱角分明的肌肉 对自己依然年轻的动作和身形 重建中很是满意 四十过半 还没有突出的小腹 完全值得自傲了 想想自家的十七哥 三十岁之后就一年一个样 等他在西域又待了两年再见面时 身材已经完全不能看了 如今可不像过去 讲究腰阔食为 所谓君子不重不微 越是身宽体阔 越是受人敬重 现在讲究饮食有度健康养生 医学界对于富贵人家多肉类少蔬菜的饮食习惯 批评的调门越来越高 认为油脂摄入过多 是许多人中风的主因 过去几位天子明明锦衣玉食 却未及垂老就风急缠身 乃至无人能及花甲 完全是因为炖炖酒肉 少见菜书的缘故 宫中所用菜单 由丝山内人所编列的玉食批 这几年随着工人外放传到宫外 开胃腊朴 全是肉 下酒十五盏三十盘菜 有二十几道大油大荤 插食劝酒之类的小菜皆是荤性 剩下的就是糖蜜自物 羹类也都是甜羹荤汤 唯恐皇帝吃不出中风和萧可症来 这种无荤不欢 蔬菜只做点缀的吃法 民间也极为流行 其造成的恶果 重建中就亲眼见过其中最严重的例子 他的一名下属 平日里最喜欢胡吃海塞 因为在几家工厂里面占了点股份 又买了点平安好的债券 每年坐收红利利息 很多西军将校基本上都做了相似的投资 故而家财丰厚 每天酒肉不离口 好为老涛 有一回夏日演习后的庆功宴上 一口气吃了四五斤肉 又喝了两斤多烧酒 当场就倒了下去 一开始衣冠给他灌药 药水一口而出 扎针毫无反应 迈向几近于无 被确认是内出血后 想要紧急输血 可咽血时 从他体内抽出的血液 分离出整整半管白色的油脂 这样的血液 医官们无法确认血型 根本不敢输血 最后无奈之下 又想用抛肤救治 可切开近一尺厚的肚皮一看 五脏六腑 几乎都烂成泥了 重建中的这位下属最终没能活到下手术台 整个八月 宁夏路的匠孝们全都吃起了糙米和菜蔬 羊肉的消耗量一下降了一半 到了秋天 惊吓过去 才稍稍恢复了一点 不过后果还是有一些 有几位匠孝曾经胖的几乎上不去马 秋天时候 倒也能骑上快马跟着大队去游猎了 重建中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养生药爵 他早年就从韩刚处得到密寿 行之有节 饮食有度 物缺物烂 物过物失 说到底就是中庸二字 韩刚那般忙碌都能抽出时间演习武艺 何况他是个武将呢 因而重建中人到中年 依然维持着一副年轻人都要羡慕的好体性 而且不论白天的事还是夜里的事 也从来没有力不从心过 这就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不过当重建中在车厢里烧险 瑕促的浴室中梳洗过 走进后方的餐车 就看见盐州兵马都监姚谷已经坐在餐桌前 桌上摆开几盘肉菜 正甩开腮帮子 往嘴里塞着一片烤得刚刚好的牛肉 当蒸汽动力运用在耕座上之后 宰杀耕牛已经不是违禁犯法的事了 朝廷为此颁布了迟禁之令 军中的将校立刻开始公然大掏牛肉 这些武服深信 利能完懒的羹牛 其肉肯定比羊肉更补气力 且牛肉比羊肉更贵 有钱想要炫耀 自然是把牛肉放在首位 重建中也吃牛肉 但咬骨的吃法让他有点个影 不过他也不想多事 隔着走道在另一张桌前坐下 刘三 什么时候上来的 过延州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啊 有事在坊州夜里上来的 也不多睡一会儿 拿着签子插了一块牛肉 咬骨边嚼边抱怨 这窄车太慢 走了一夜才到复平 床又小 睡得身上不爽快 还不如起来弄些吃屎 窄鬼路 开快了就等着翻车吧 两人乘坐的列车正行驶在从延州到京兆府的长延线上 虽然是京兆府 但京字早年被开封站了 要换简称 铁路总局里面书呆子用了西州告经的告 不过按照规定 铁路公路命名 尽可能使用当地有共识的常用名 故而就有了长延铁路 这条铁路从陕北山区绵延南下 直抵关中平原的核心京兆府 是关西连通北地的重要线路之一 按照设计规划 从延州北上还有一条线路 一直通往前往奢家盘踞的河外林府峰 从此关西建儿 能够在数日之内出现在河外云中平腐敌扣镇压叛乱 不过这一段还没有完全修好 能够投入使用得数年之后了 透过餐车的双层玻璃车窗 能看见列车正在渭水北的白渠灌区上缓缓前行 白渠灌区刚刚经过一次大规模的扩建 新增大小水库唐博179处 赶之之渠2300余里 有三万余寝旱地 半旱地 新被改造成了水浇地 而旧渠也得以维修 年增粮食产量 保守估计能有五百万弹 从地势略高的铁路上望过去 千末填起水渠河道交织成网纵横相挫 宛如棋盘 满目整齐的绿意 只一眼就让人心旷神疑 但列车行驶的速度 可以从铁路两旁的里程碑和数目上判断出来 的确很慢 用了两天的时间 从沿州出发的这辆列车 还没有抵达京兆府 才六百多里的里程 放在正常的铁路上 早一天就到了 可能是河面上的横风吹过 正经过一座铁路桥的列车 摇摇晃晃起来 载重小 车辆轻 车身窄 速度慢 抗风性差 速度快时 容易轻负这就是两人正在乘坐的窄轨铁路列车 摇鼓一把抓住了差点被晃下桌的茶盏 还是早点改成标轨 这车坐的就跟骑驢一般晃来晃去的就怕翻下来 早问了铁路总局的人 关西的山区别指望能标轨了 关西多山 除却关中平原之外 就是山地 修路的技术 要求和成本都要高过关东平原 为此 关西的铁路 大部分路段是选在了河谷边缘 一语修建 且有一定的高度 不予水淹 但还有一部分路段必须穿山越岭 这就很麻烦了 架桥 隧道 都是避免不了的工程 尤其是隧道 累挖累塌都是常有的事 挖洞 挖出条岸河来 也是有过的 所以都是尽可能的 绕弯上山 向北几十里后 掉头再向南走几十里 一来一回 两条路几乎平行 只是高差就出来了 为了提升一两百米 就要多走一两百里路 用标轨修造 成本和技术 要求都高得夸张 所以就有了窄轨 窄轨铁路路宽 只有标轨的三分之二 运力和速度上限都比较低 但好处就是易于修建 同时成本降低 得到成本和技术上的好处之后 问题就是在速度和安全性上了 各自抱怨了几句 重建中的早餐被亲兵端了过来 标准的健康早餐 营养均衡荤素搭配 姚谷瞥了一眼就吃笑 重十九 你这饭吃的还不憋屈啊 重建中拿起筷子 就你这样小心吃出病来 姚谷狠狠的一口咬下一大块肉 用力嚼了几嚼 一身脖子吞了下去 露出满口白牙 这不能吃那不能喝 小心翼翼如新嫁娘 这做人还有什么趣致啊 他抓起茶盏 咕嘟咕嘟的喝了两口解腻 死便死耳 肉是要吃的 重建中不去理会姚谷了 重姚两家的关系 本来就不是很好 他跟姚谷这些年 也没有多少往来 专注在自己的早餐上 姚谷却停了筷子 重经略遗书公 相公找我们去经兆 到底为了何事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 长篇小说载之天下 第278章 长风十五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第279章 长风十六 电章 电章 台中 zij 软 Holy 漂亮 一下 派政 大家 儿